好几天没录了 每天上午画完画了以后 我已经累劈了 下午就知道瞪了眼睛 什么都干不了 好 我们今天讲海斯勒 在这个改革以前 普通的中国人是很少出门旅游的 也很少有人亲身去经历一些什么东西 去体验这个国家的多样性 但是通过流动 人们开始慢慢的体验到了 在国家统一的这个表象下 有着种种不同 比如对于这个他的学生那个威廉来说吧 每次回老家的那个旅程 就是四川都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他体验到了温州和老家之间 种种的不平等和偏见 有一年啊 他寒假回来以后呢 就给海斯勒写了一封信 讲了一下他自己的感受 他说我春节期间啊 回了四川了 完了以后呢 还返了一下学校 在这个整个的旅途中啊 让我感到特别的伤感 头几天啊 几乎都是睡不着觉 嗯 英国回朋友了 今天在我们家摆宴席 接着说吧 说哪儿来的 哦 对 伤感伤感 头几天啊 他几乎伤感的都睡不着觉 现在啊 他都已经回到学校了 仍然还在回想着那段的旅程 在船上啊 有许多的四川人 都是奔着那个沿海城市去的 有的人呢 甚至啊 还睡在厕所里 那在火车站呢 你一看 就是四川人 那就跟那个难民和乞丐差不多 大冷天的啊 大家就睡在地上 不管去哪儿啊 嗯 你能发现 就是当地人都会把你这个外地人啊 想方设法的要多挣你钱 有一次他们就在江西啊 那个汽车的司机 就把他们给弄到一个路边的小店里边 这小店的老板后来啊 还拿井棍赶着他们下车 干嘛呢 必须强迫他们花了四十块钱 买了一份跟猪食一样的一个快餐 那肯定就是这些打工的人不干呢 就有两个年轻的四川男孩 就被打的啊 直接都躺倒在地上了 只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钱 买这些东西 这司机呢 反而会说 你们要是跟他们这些人啊 吵起架来 人家绝对会把你给打死的 很多很多的外出打工的人啊 都忍受过不公平的待遇 并且呢 也相信啊 他们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况 他们呢 努力的做苦工 比如说 到工地去当民工啊 工厂去那个装配线 当那个流水线上面的工人呢 都在想啊 我下半生 哎呃 肯定不会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 但是呢 我现在在这干啊 就是为了将来 好生活 那也未免啊 有些确实 生活呢 其实挺凄惨的 沿海啊 确实跟当地的这个经济差异啊 太大了 那么呢 因为这种差异啊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你心存希望 就是我可以在这儿挣钱 然后呢 我可以拿到老家 我慢慢花呀 我在这儿 你看我老家花不了多少钱嘛 所以几乎所有出来打工的人啊 都是这么打算的 就是先工作个几年 哎 我忍忍 然后呢 我就回家去 大家讨论的啊 也都是 哎呀 我以后回来啊 我就在我们的县城啊 反正附近的这个城里吧 我去开个店啊 哎 开个餐馆啊 之类之类的 这样的话 从这个角度而言啊 有点像那个美国 就是比如有好多的那个 啊 米口 就是墨西哥人 和这个中美洲的那些人 他们也都是非法移民 到了美国以后啊 拼命地在那儿干活 也那个什么样的苦都行 但是呢 家里人因为都还在老家嘛 都还在这个祖国 墨西哥啊 什么中美洲那些地方 哎 就想着 我攒钱 供他们一个好生活 这个学生威力啊 他的父母啊 那时候已经跟他的哥哥们 是住在一起的 他的哥哥们啊 其实在当地啊 还算是不错呢 因为就是已经开始 搞点小建筑啊 什么的啊 挣点小钱 有点小成就了 所以呢 为他们这个人口 建增的这个大家庭啊 还真是 他们呢 已经盖了一个 两层住房的那种大院子 所以威力啊 其实他呢 又跟那些打工的人不一样 家里人没指望他 所以他又没那种压力啊 就是不需要 给家里边去寄钱 他跟南西啊 后来呢 就定居到东部 就成为了可能 威力其实啊 也感觉有两种 相反的力量啊 在撕扯着他 或者说在他内心中 在较量 浙江这边呢 发达的经济情况啊 四川的那种 熟悉的文化风俗 就这么较量着 有一天啊 他知道 他必须得做出一个决定 但他同时呢 又宁愿自己啊 这俩地方我都不想 他觉得这两个地方 都不属于他 也因为这种心理吧 就是他从来没有 花心思去学那个温州话 当然他可能也学不会 这温州话太恐怖了啊 他呢反而是花了 好多好多时间啊 在学英语 在听那个美国之音 反而啊 这个通过这些教学呀 听这些东西啊 他的普通话水平 倒是提高了 到了第二年工作的时候呢 应该从他的普通话里 你已经听不出来 他的四川乡音了 所以好多人呢 一问他哪人呢 他常常就会撒谎 哎 要不然说自己是江苏呢 某一个比较经济发达的 一个城市啊 大概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呢 这样呢 避免了歧视 可是啊 南西呢 就有点困难 这南西说话 口音还是特别重 而且啊 威力老说 你得提高 他反而啊 觉得 你这撞枪做事的 在他看来啊 我完全没必要 而且呢 拒绝提高 他的普通话水平 对威力来说啊 提高这一些 和他撒谎啊 就关乎于他的自尊 你比如说 他第一个 那个浙江的那个老板 就是那个糟糕透顶的 那个骗他们去的 那个校长 那王先生 经常啊 跟这个威力啊 就说起自己 八个年代去四川 北部的一趟经历 说哎呦 哪趟旅程 我开了眼界了 穷的我呀 我的天哪 我震动啊 我告诉你 我掉了好多好多的眼泪啊 很多年啊 一说这个旅程 哎 他还是会表现出 特别特别感动的样子 大概这个王校长啊 也特别喜欢利用这个机会吧 就是那意思 你看啊 我帮你逃脱了 那么一个糟糕的那个环境 你应该对我心存感激呀 结果他越这么说啊 威力 越讨厌 哎 王管是这个人呢 就这个人的活着上下 他都难受 给王校长的钟山庄 这个人的吝啬 还有一个他那个 这个不可理喻的那个妻子 等等等等吧 其中啊 其中啊 反而是说你是通过你的努力 哎 我给了你一些报酬的 这也是我说过了好多回了 就是在非洲有一个小伙子 我们这儿呢 有个小伙子去参加那个 联合国的那个就是救援的嘛 或者说救济的组织 发粮食嘛 当时他就一看啊 来了好几大车 粮食他就开始让那个非洲孩子上去扛 完了以后呢什么的 哎 就说要分了 一下子啊 哦 不是 他要搬下来 要分给这些人 一下子就让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人给拦住了 你不能这么干 怎么弄啊 你让他们上来搬 谁搬了呢 我给谁分 就是说让他觉得呢 我是通过我自己的劳动拿到的这个东西 一个是呢 培养了就是这些人不是这个好异务劳 或者说不劳而获 这种这种东西啊 再一个呢 就是我对你是平等对待的 你那个人就不会有自卑 哎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这个就是一个高度问题了啊 那个人 咱们去的那个人啊 就又感慨特别多 我也同样 后来啊 即使是这个威廉啊 后来他们是又到了乐清 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但是周围人啊 那些知言骗语啊 那些带点这个歧视的那种评论或者语言啊 还是让他觉得特别的困扰的 比如说啊 呃有人把那个下旅道那井盖给偷了 然后可能当废铁卖掉了 可能是这个比如说他的老乡啊之类的啊 嗯 因为你造成了当地很多人晚上出行的时候真的得小心 要不然就掉掉井里了 有一次呢 正好他跟他的一个也是做老师的一个同僚 两人在街上走 正好碰上了一个下水道口 然后井盖没了 结果呢 这个同僚就是特别厌恶的摇了头 四川上把那井盖给偷了 这威廉啊在旁边啊一声没嗑 但是啊他永远永远没有忘记这个同僚说的话 威利啊其实也注意到了 比如说乐庆当地的有些父母啊就骂小孩的时候 就用这种外来移民的这种故事吓唬他 就跟他小时候啊 比如说村里的成年人 常常比如说跟小孩说你要表现不好啊 外国人过来就把你给吃了 在乐庆呢那不再把外国人当吓唬人的九夜色了 反而觉得外国人对我们挺好的啊 所以结果反而会说什么 嘿你还哭还哭还哭 我就让那个四川来的人把你给带走 威廉呢终于能够完全理解海斯勒啊 有时候跟他们学生啊也会讲 就说我在中国啊 总觉得就是遭到别人不同的那种对待时的那种感受 很明显其实啊 其他地方的人啊都会有 因为你那时候四川是出了名的贫穷和落后嘛 那你要跟那个沿海那儿一比 确实让人觉得啊 也确实你那个文化啊各种风俗啊 就确实让人瞧不起 不过啊威廉对此啊也还是不是很在意的 因为他知道啊 中国不只是他们四川人的中国 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啊一听说后来海斯勒他要写书啊 专门就要写中国的普通人 威廉特别特别高兴 所以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啊和自己的想法啊 告诉他的这个过去的英语老师 在他看来啊他自己都说太好了 嗯因为啊他觉得啊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都能够稍微有那么一点 那你也会 就是跟那个莎士比亚 他那时候为什么给自己起名叫威廉呢 他就觉得威廉 因为不是莎士比亚就叫威廉吗 威廉莎士比亚 他觉得海斯勒以后就是莎士比亚 因为莎士比亚也是写普通人的 所以才跟那个以前的那些文学不一样 哎上了一个高峰 其实那时候莎士比亚说句实话 我我我看过有一个人写的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莎士比亚本身就过去就是一个那个通俗 就跟咱们说的是那个叫什么 呃 黄书差不多 哎专门用的那种里语啊 还有俗语啊 还有就是就是你一般的那种文学和戏剧里边 不可能有的那些呃双关语啊 靠这个啊去赢得观众啊什么的 但是他就是写的普通人 那看的人就是普通人 那乐的嘎嘎嘎笑啊 所以现在好多人呢看这个 沙士比亚的那个戏剧啊 你要文本来说 你要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或者说你不了解这个双关语指的什么什么什么啊 人家特地底下不给你标 你看不出好来 你看不出那个精彩来 这个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一本和他底下的注释才最重要的 如果要没有 那他的很多精彩的东西你无法给亏 事实上啊 其实海斯勒自己啊也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 其实是意识到自己啊有什么错误或者缺陷 你比如说像中国吧 总说哎呦我们这一切都是好的 别人外国都是坏的 中国要是能够正确完美的对待一切事啊 嗯 那就好 可是呢其实美国啊 他觉得有时候也跟中国一样 老是就觉得我们都是好的 别人都都不行啊 所以啊你经常会发现 那中国人老说你美国就是世界警察 其实你也为问题摆出的 海斯勒并不否认 当然你每一个国家都有缺点和优点 作为美国人他就是看的全是缺点 完了呢也是开口都是骂的 但是在中国好像就不太容易了 在1980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中国呢是标榜和表扬温州模式的发展 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啊 天生就具有自身自力更生的那种类型的 那肯定就讨的政府官员喜欢了 我们啥都不用我投资 你们就光光光自己就靠自己的力量 又是工厂又是你拿资金出来 因为都是自己家亲近头的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海外的 可是事实上啊 除了温州真的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温州模式 甚至在温州就这一片地方啊 它发展模式也是有局限的 你比如说一般呢你工厂啊 你成功了以后你肯定会扩张吧 哎但是啊在这儿它不是扩张你懂吗 它还是在那个低水平的那种 就做做扭扣啊弄打火机啊弄个鞋底啊什么的啊 全是这种的 就是获利很低很低 所以这种东西啊它还没有专属性 你没法做一个有价值的品牌出来 那么呢你就肯定也很难去通过研发 为你这个产品去增值去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啊 人呢这个文化水平可能差点 你让它稍微往上发展一点啊 那就晕了 它就它就把握不了 所以它只能靠这种 不是很动脑力的这种啊 去去做 所以这种啊一定会就什么呢 慢慢慢慢它可能以后将来攒了点资金 哎它去投资啊 它去比如说让别人去搞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你像深圳啊就是温州不一样的模式 这发展模式就完全不一样 你在这温州人啊你会发现 他就是宁愿让这事啊 我就是最简单的这个 我也干不了别的 这个就是远大没有远大理想 我们一家的吃饱了就成 这个现象啊你能看出来 它在教育领域也是这样的 就是它确实改革开放 而且你又会发现呢 温州在当地的教育啊 反应也是相当迅速的 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哦 得了吧我不讲了 明天讲